大家好,我是蓝蓝 我呢,说话比较直 有的时候呢,嘴比脑子快 所以说出的话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但我这人呢,又比较固执 就认为自己对的 就会一门心思往前走 就不会看左右 而且也不会听别人的劝 当认识到错误呢,肯定是要拐弯的啊 肯定是要纠正的 你比如说吧,最近哈,又有人在问 说的,你给你闺女 介绍对象 你看你自己的婚姻一地鸡毛 那意思,你能有眼光 给你闺女找到幸福的婚姻吗 我觉得他要这么认为呢 首先啊,这个婚姻这东西是缘分 不是说我给找就能找着的 就是我给找了,他要处着不合适 那这也由不得我呀 对吧,我呢,只不过呢,就牵了个馅 但是呢,真正婚姻 我感觉大部分都是命中不定 就是说,上天给你注定好了 那接下来就看你这个路怎么走了 当然也有啊,父母的引导 你看现在呢,大龄的啊,挺多的 很多父母就为了孩子婚姻 有的说什么抑郁了 有的,来来,你给我们孩子介绍对象吗 我们有车有房,我孩子怎么这么多高 有的也私信我好多 哎,什么呢,你是怎么给找着的 你交友吗,或者你帮我吗 或者你自己成立一个婚介所吧 但是也有人呢,就持反对 就觉得,难道没眼光 是吧,给女儿找的呢 没车没房,外地户口 啊,外地人 就很不赞成 反正我的宗旨呢,就是觉得 两个人啊,得匹配 首先是他们两个人得匹配 是吧,比如说人生观 价值观 学历啊,是吧 这身高啊,长相 那你长得中等差不多就得啊 说实话,女孩 有句话说,红颜女子多薄病 还有呢,你找一个帅哥 是吧,男的就是越长越有魅力 越有味道,你女的越长越老 女的年轻漂亮就那几年 等过去以后呢 你自己在他身边站 你可能都不自信 所以我把这个长相外貌哈 反正我不是外貌协会的 就是差不多的 原,演员,有演员 看着不那么讨厌就行了 那至于身高啊 当然你也别太矮是吧 比如我闺女挺高的 你找一个是吧 一米六的哥 那肯定不行 就差不多的 其实好多话我真是啊 就是 欲说又止那种 为什么呢 就怕生了 我说话有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 毫不留情面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比如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 大龄的圣男圣女 看我视频呢 基本上跟我同龄 或比我年长的多 所以我就想啊 问问你们 孩子们的婚姻 有没有受到你们的影响 很多人就说嘛 父母就是孩子的翻版 你看到这父母 你不用看到孩子 你就大概及之 知识他们的孩子会什么样 哎你看到这孩子 你也大概及能 知识他们 他父母什么样 因为孩子天天看着你呢 对吧 很多东西就是潜移默化的 你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你的一些私言行为 你会影响到孩子 他会跟你一样 如果你心里就看不起那个 没车没房 没呢 当然得有能力啊 或者说是吧 没钱的 那你想你闺女 他能认同吗 是不是 我老觉得呢 就是我 我那个时候 说实话 一个女孩 她上到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为什么 我鼓励他们上研究生 但比如说将来 他们想读博呢 我肯定是不赞成 如果在接 就是说结婚之前 交男朋友之前啊 因为你读博 你学历太高了 你真的 你的这个面就更窄了 本身我闺女个儿又高 花要盛开 蝴蝶自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自己 想办法让自己 变得更好 你才能吸引来 更好的人 有时候我们老说 哎 我闺女漂亮 你漂亮能漂亮几年呀 几年以后 你的闺女不漂亮了 那漂亮的又 长起来了 你想这男的 如果他要是 以貌取人的话 那总有一天 他会看厌倦了 对吧 他会看烦了 会看不上你啊 互相彼此 吸引对方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 就是品质啊 价值观啊 人生观啊 很多方面 你要不同的话 你在一起 你看人家 有房有车有钱 你以为男人傻吗 人家也不傻呀 我倒觉得女人傻 女人为了爱情哈 就花吃到什么程度 可以把自己命搭上 把所有钱都给人家 甚至还给人借钱去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但男人不一样 男人很理性 你想占男人的便宜 真不容易 过来人都知道 你不但占不着便宜 你可能还白让人家 让你闺女陪她那么多年 最后你两手空空 可能给你闺女弄出一孩子 你还得养那孩子 你什么都唠不着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想让孩子 获得更好的婚姻 获得怎么样 首先你要提高 你孩子的素质 比如说学历啊 比如说人品啊 你比如说女孩子 你教育她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也自然能吸引什么样的人来 那女人最起码的勤劳 姐姐 勇敢 政治 自信 上进 阳光 是不是 你 那你 那男孩子是吧 你不能上来 车 房 钱 然后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是吧 是个这个 这个那个的 他爸 他妈干嘛的 或者他们家几套房 你老这个 我们家闺女 你知道我们家闺女 我记得有一次啊 哎呀 就是条件好的不是没有 有人说 哎 来了 你太着急了 不是我太着急了 正发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研究生 他妈就天天给我打电话 天天发微信 天天发照片 你看看我们家的大别墅 你看看我们家在北京 有几套房 在外地有几套房 我们这小伙子 那姑娘都呼呼的往上扑啊 但我就一眼看着你们家闺女了 我就想跟你喷亲 就天天 我说我们家不适合你 咱们门不当户不对 你找别人吧 我就这样严厉的拒绝他 那不行 天天跟着我皮股后头啊 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你闺女的照片 我眼前就一亮 我就喜欢 我就认定他了 你认定我不认定 最后被我立马删除 是不是 就是你的 你先不说别的啊 就是 咱们配不上 咱有自知之明 是不是 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 哎呀 这么好的条件 你都放弃了 如果上来就说 我们家有车有房 我们家什么 他跟我炫耀这些的人 我还真看不上 所以我也不想让我的闺女 去到这样的人家 现在婚姻 离婚率又那么高 离一次 两次三次 甚至刚结婚 一个月就离婚了 多多呀 是不是 你有车有房 现在人男孩子 有的很精明 婚前财产 离婚你也弄不走 你看人车房那人 跟你有关系吗 再说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 养成一种 好像我要这么一说吧 又得有很多人来喷我 反正我的宗旨就是 你有多大能力 你就过多大的生活 不攀不比 他的事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过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跟老张 就是这么过来的 将来有一天 回过头来一看 很骄傲 没有虚度 很自豪 行 就分享这么多 喜欢的就喜欢吧 不喜欢的我也没办法 三观不合 那没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